浴室除臭的天然方法 浴室是我们每天最常光顾的空间之一,因为这显而易见的原因,它更需要被注意及保持卫生。 我们希望它保持清洁,以便在我们需要使用时能有一个更和谐放松的环境。 但由于排水道,细菌和湿气,浴室通常令人闻起来不愉快,形成难以消除的臭味。 为此,家庭用品也开发了各种各样的化学除臭剂和清洁剂,是空气中留下令人愉快的清新香味。 但问题是,它们被证明含有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事实上,这些产品中的威力甚至可能会影响您的健康。 好消息是,这里有几种有机的替代品您可以在家自行制作,且都使用天然材料制作。 今天,我们想与您分享最有趣的材料成分,以便您也可以来使用它们。让我们来看看吧。 精油除臭剂 有机精油具有强烈且持久的香味,有助于中和钓浴室下水道排出的不舒服气味。 这种精油除臭剂的优点使它们具有抗菌效果,能够抵抗常常于表面扩散的微生物。 材料。 10滴柠檬草精油。 10滴柠檬草精油。 10滴葡萄柚精油。 10滴佛手干精油。 10滴佛手干精油。 一杯水,250蒙。 一个小喷雾瓶。 制作方式。 将材料放在一个大碗中,并与水混合。 将液体倒入喷雾瓶中,每次使用厕所后喷三至四次。 白醋除臭剂。 白醋未用于厕所及家中其他区域清洁,除臭的最优秀产品之一。 其酸性化合物能去除细菌,并减少肠在马桶底部周围形成的难看黄色污渍。 材料。 3杯白醋,750毫升。 1杯水,250蒙。 一个喷雾瓶。 制作方式。 将白醋在水中稀释并倒入喷雾瓶中。 将产品涂抹在马桶上,然后用刷子刷洗。 可用于排便厚中和不良气味。 柠檬除臭剂。 柠檬皮。 柠檬皮含有天然油脂和柑橘类物质,可快速消除不良气味。 宁可水煮柠檬皮,以获得更集中及令人愉快的气味。 材料。 5个新鲜柠檬皮。 5个新鲜柠檬皮。 1个柠檬取汁。 1杯水,250蒙。 制作方式。 将柠檬皮放入锅中,然后用水煮沸3分钟。 从热源中取出,加入柠檬汁并将其放入浴室,让其蒸汽来中和臭味。 香草精楚臭剂。 香草令人愉悦的香气是消除浴室中不良气味,并保持清新环境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 材料。 1汤匙香草精,10毫升。 肉桂巴,可选择放或不放。 制作方式。 将香草精和肉桂巴放置在盘子上。 将这个除臭剂放在浴室的一个角落里。 每两天更换一次以保持香气清新。 寻衣草除臭剂。 寻衣草的美味香气不仅可以消除浴室中难闻的气味,还可制造出令人放松的效果,让您和您的客人感觉更加舒适。 调料。 3汤匙香草味草花。 3汤匙香草油,3汤匙香草花。 3汤匙香草花,30克。 1汤匙香草草花,30克。 1汤匙香草草花,250毫。 熏衣草精油,可选择放或不放 一个喷雾瓶 制作方式 在水中将浅造熏衣草花煮开,然后用小火炖三分钟 让混合物冷却后,加入精油并倒入喷雾瓶中 每次使用浴室时喷一些,或在一般清洁过程中喷洒 小苏打除臭剂 小苏打是一种有机产品,可减少强烈的气味和积聚的污垢 在浴室表面使用它可去除污渍,并对抗在污渍里生长的细菌 材料 四个柠檬取汁 一瓶水,200ml 四分之一杯小苏打粉,50公克 一个喷雾瓶 制作方式 浸出四个柠檬汁,然后与小苏打粉和水混合 等发泡效果过去后,倒入喷雾瓶中 将液体喷在马桶及浴室周围环境 浴室里的气味是否困扰住您?尝试一下上述的除臭剂,您会发现这些将是传统产品的绝佳替代品 我会发现这些将是传统产品的绝佛 我会发现这些将是传统产品的绝佛